大家好,我是小叶 我们家孩子特别喜欢吃牛排 隔三差五就要吃 对外面买的牛排不是很放心 不知道肉是不是新鲜的 今天买了35块钱的牛肉 我们先给它切成大小均匀的片 也可以浇卖肉的帮忙切好 厚度水自己喜欢 小朋友吃的话可以相对切薄一点 切好之后摊平放 我们用刀背给它轻轻敲一敲 再反一个方向敲一遍就可以了 接着拿叉子给它搓一搓 像这样子就可以了 开始腌制 放入一勺蚝油 少许白糖 黑胡椒汁 再将一点淀粉 用手给它抓均匀 大概两三分钟这样子 装好之后淋上点食用油 锁一下水分 这样子就可以了 用保鲜膜包起来 放到冰箱冷藏两个小时以上 热锅放入两块黄油 把腌制好的牛排放进来 小火煎 让它煎一会儿 我们来烫个西兰花 水里面放入食盐 食用油 再把西兰花放进来烫一烫 煮熟以后就可以捞起来 牛排给它翻个面 喜欢吃嫩一点的话 八分手就可以了 最后再加点番茄酱就可以了